透过情境教学的模式,高院科大也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。 高院科大图书馆打造日式空间做情境教学,让学生学习日本文化。 各位好,我是高院科技大学图书馆的馆长。 走进高院科技大学图书馆的日本文化学院, 首先映入各位眼帘的,您可以看到, 在我背后有一幅非常巨大的,这是连续十多年荣获日本第一庭园美誉的足立美术馆。 高院科大这几年非常的用心在创造多元的学习环境。 这个日本文化学院是去年才刚成立的空间。 除了队内,我们提供给校内的师生作为上课的情境空间使用之外, 我们也采对外预约开放的制度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,在我背后,我们设立了茶室标准的配备需要的道具, 在这个地方作为推广日本的传统文化。 目前为止,我们办过日本的茶道以及和果子的体验。 这边有一个和服的展示, 也就是说图书馆它不单纯只是阅读的地方, 我们把它的想法是陈列为是一个类似博物馆学习展示的空间。 这是由日本竹坡大学的教授所捐赠给学校的和服。 一般在日本,和服是正式的场合所穿的正式的服装。 所以在这个地方,我们作为教育的性质, 会附上这个和服的使用说明。 这是一个更衣式,那主要我们陈列了三十多件的御衣, 提供给各位学生在日本传统文化体验上学习如何穿, 学习应该有的礼仪。 那特别是我们学校有日文系跟观光系的学生, 企业实习是实际到日本去。 所以这些对于学生在上课的学习, 实习之前都是很好的体验。 日本茶室标准空间道具,和服展示以及更衣室提供多款的日式御衣。 高院科大以实体公圈教学, 让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日本文化。 十方新闻洪惠如邓正普,高雄采访报导。 也订该能够一些耳光。 十方新闻洪惠如邓正普,高雄采访香港文化。 法院这